南极仙翁见到麻姑 竟然行跪拜之礼 赤脚大仙哈哈大笑 你别看他白发苍苍 你的钱是长寿仙子 本来就是他的师父 麻姑对着杜鹃怯怯思语 你看 仙翁和年华里的一模一样 众人听后哈哈大笑 师父也和当年的长寿仙子 一模一样啊 赤脚大仙在一旁提醒 麻姑 该你了 麻姑赶紧跪拜 弟子 拜见师父 南极仙翁赶紧搀扶 快快请起 这才是使不得 使不得呀 赤脚大仙在一旁就说了 仙翁啊 长寿仙子是你的师父 现在你又是麻姑的师父 我看以后你们就别再称 师父弟子了 含蓄了老半天也该干正事了 随后 南极仙翁就传授麻姑修行胎系之术了 这修炼胎系之术 可是修成仙体得到成仙的最后一道工序 由南极仙翁的亲自传授 再加上麻姑急剧慧根 修炼这玩意儿还不是毛毛鱼吗 彭府之内 彭泰山着急的直探器 顺风耳揪着胡子 这有了南极仙翁的亲自传授 麻姑很快便会炼成胎系之术 到那时候就真的麻烦了 彭泰山在一旁急的像麻烦 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阻止麻姑修炼胎系之术啊 千里眼反问 那你还瞎转悠啊 赶紧去啊 彭泰山一脸的无奈 我去过麻姑修炼的地方 杜鹃整天守在那儿 我压根对付不了他呀 还是得请两位大仙帮忙 顺风耳听后只要投 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只能躲在幕后 万一你在人间出了什么事 我们也好在天庭为你周旋不是 管家看不下去了 这都快大结局了 你们还躲在幕后呢 顺风耳难难自语 这修炼胎系之术 需要七七四十九日 而且中间不能受任何干涨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暗中帮助小棚子 咱们先把杜鹃给解决了 然后让小棚子冲到麻姑修炼的地方 那么一通的搅和 这样的话麻姑的胎系之术 也就前功尽弃了 那也不过是让他重新修炼胎系之术 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啊 顺风耳还是有头脑地 咱们先争取个四十九天 有了这个空间 咱们再想其他的来对付他 火都烧屁股上了 那不这样搞也不行了 彭泰山守当其中 休的一下直朝杜鹃洗来 只见杜鹃不慌不忙 千千细手一挥 直冒火光 彭泰山腾空跳跃一掌推了过来 杜鹃旋转转一圈 只听砰的一声响 直接把彭泰山怼的空中旋转两圈 杜鹃乘胜追击 一道金光就戳了过去 彭泰山土盾轻易躲过 又是砰的一声响 俩人又对了一掌 结果玩犊子了 随后 彭泰山飞跃跳几 直朝麻固修炼的地方飞去 南极先锋耳听八方 随手一挥 砰的一声 就把彭泰山给怼了十几米圆 千里眼顺风耳还不服 俩人就合力推出了一道光波 结果不用说 被反弹的就像是摔死猪一样 得狠狠地重摔在地 小屁孩 我们走 打一打我 他们刚走不久 麻姑就睁开了双眼 这下可不得了了 只见麻姑时尔站起舞动 时尔坐下修炼 就连南极先锋都是频频地点头 只听刷的一下 麻姑竟然自动换了身装备 这边千里眼顺风耳急匆匆地走着 后面的彭泰山大喊 两位大仙等一等我呀 千里眼感慨的 没想到南极先锋的光墙这么厉害 连我们都破不了 两位大仙 你们再想想办法 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呀 顺风耳很乐观 天无绝人之路 我不相信没办法知道 七七四十九日之后 麻姑也修炼所成了 南极先翁哈哈大笑 恭喜你呀麻姑 你的繁身已经修成了仙体 麻姑啊 你的定力实在是太强了 刚刚有人来捣乱 我还担心你会受到影响 结果你丝毫没受到干扰 既然有了仙法 那就先试试飞行之术吧 经过短暂的试飞 麻姑不但可以正着飞 而且还能倒着飞以及一飞冲天了 庞泰山带着手下 不知又要去做什么坏事 那是好巧不巧 被麻姑和杜鹃给拦住了 一瞅麻姑这身装备 庞泰山脱口而出 长寿仙子 管家也很疑惑 这不是麻姑吗 老爷 他大功告成了 庞泰山你机关算计 最终还是不能阻止我修仙之路 庞泰山老奸俱华 我一直没有阻止过你 你又何必阻止我的成仙之路呢 杜鹃看见庞泰山就想上去走他 杜鹃 自从我重新修仙之后 还不知道自己的法力究竟如何 今天正好拿庞泰山试上一试 杜鹃拔下簪子 首先 这是你前世的法器 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庞泰山一看这架势忙吩咐管家 你去对付他 我帮你叮嘱杜鹃 管家很不情愿地被庞泰山赶鸭子上架了 管家气势如虎 一把竹扇掩面而战 颇有一种武林高手一决生死的感觉 说实时那时快 管家先发制人 休的一下 就把飞镖甩了出去 结果 跟闹着玩一样 只见马骨用手轻轻一弹 见管家吃亏了 庞泰山直接腾空而起 拿着棒锤就朝马骨打了过去 马骨筋飞细笔 那是你想偷袭就偷袭的吗 反正那是打得天旋地转 丝花带闪变 几招过后 就把彭泰山的棒锤给踢成了两折 而彭泰山也被怼得摔了个屁顿 老爷 老爷 彭泰山 你不不服 不会把我打死 死也不服 面对着彭泰山的不服气 马骨并没有乘胜追击 彭泰山 自作孽不可活 这黄河之赌 你必输无疑 说吧 别和杜娟一起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彭泰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天庭之上 南极仙翁正在起奏 玉帝 娘娘 臣遵旨指指导马骨 完成了胎西之术的修炼 她的繁身已彻底变为仙体 现马骨正在殿外后置 玉帝很开心呢 现特准马骨即日起名列仙伴 赤脚大仙继续起奏 当年长寿仙子死的时候 您曾有过一旨 一旦马骨重回仙伴后 您将恢复他寿兴之职 臣特此提醒 一听这话 千里眼诈了出来 马骨虽然现在已经名列仙伴 但天条不明 差物不输 岂能立即授予如此重要之职 孔令三界不服啊 顺丰尔赶紧服役 臣也以为不妥 马骨刚入神职 怎能担此重任 还是在历练历练为好 马骨的前世本来就是兽性 为何不可 但现在的马骨已经投胎准世 已无前世的记忆和辞职经验 岂能一步登天 笑话 那陛下从一界凡人 直接升天作为玉皇大帝 不照样把三界治理得和谐安康吗 小小马骨 岂能和玉帝相提并论 陛下请知赤脚神 犹如圣聪之罪 陛下请知千里眼顺丰尔 陷害陛下言而无信之罪 你 你 陛下乃金口预言 既然有承诺就得兑现 否则令三界耻笑 此时 娘娘开进口了 本宫认为却该兑现 自从长寿仙子死后 南极仙翁主司人间福寿 实在是忙不过来 马骨可以在南极仙翁的带领下 逐渐的熟悉岔五 玉帝频频点头 马骨近年前心修炼 做到了功行八百得满三千 朕胜感欣慰 既有猎仙班 赐长寿仙子称号 重新委认为寿星之职 与南极仙翁 共似人间福寿 那么接下来长寿仙子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劫难呢 好了没有了 喜欢大牙的朋友 记得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见